就包括我每天晚上做梦 都是梦见那些亡人 我在里面的法身 是这个万法的整治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吗 就是不能说的 就一个 没有第二个 也不会有48个 我是来自中国湖南 曾经是心灵法门的信徒 我大概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后来因为懂懂机缘 就退出了心灵法门 我当时是很好奇 因为我在中国有个论坛 叫地藏论坛 然后心灵法门的人在上面 宣扬这些传说 还有就是说治病理念 这些东西 我就很好奇 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但一进去的话 就进去了一年半 就是这么进去的 我在初步地了解了 他们的这个做法之后 因为有一些民间传说 确实是民间也在传 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去分辨 到底是真还是假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小房子 这是心灵法门的 宣称的一大法宝 然后我也烧了 烧了之后 就是人很恐惧 因为他说 这个是稍微鬼神 鬼的嘛 这是药金者 他们叫 小房子 按他自己所规定的变术念诵 念完之后 在一张类似小房子图形的房子上 圆圈内 化成红点 然后在佛堂前 依次烧掉 说这样可以度 超度亡灵 屈禀消灾等等 这对身受 返老残 纠缠 身着病痛的信仲来说 有较成的诱惑力 世界上 烧小房子 就是地地道道的 鬼与鬼神做交易 卢群红曾多次说 一张小房子 在地府可以顶十根金条 等等类似的 外力学书 烧了之后 我大概烧了两百多张 里面有一些绝授 但是 极大的增强了内心的恐惧 就包括我每天晚上做梦 都是梦见那些亡人 而且我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跟我 离得很远的人 都会来找我 然后一起做梦的时候 就是做连续剧的梦 每天晚上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坐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爬山 爬到某个地方 我第二天晚上坐梦 就接着那坐 第三天第四天 就接着前面的那几人坐 所以整个下来的话 就是人变得很害怕 很恐惧 小时候是蛮好的 是后来灵性上升的 第二个的话 他也会给你一些 就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角色 会觉得有一些气感 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都会有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你这个气感可能就是菩萨来了 或者你的油灯 接莲花了 或者怎么样的 这都是菩萨到你家里 是好事 然后你要更加精进的去念这个小房子 烧更多的小房子 给你这些药精者 然后经过了大概一年半之后吧 就是发现人变得太恐惧了 就跟以前比起来这个状态 我变得越来越害怕 我害怕什么呢 我害怕这个社会 因为他们宣称的内容是 就是社会上面业障很多 不要去愚言 不要去佛教的寺院 所以我就很害怕 所以内心的恐惧就是增长 它主要是扭取了一个正常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它引入了这一套鬼神之说 所以说它里面有大量的内容是宣称是说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家 比如说我跟我老婆 他就会觉得夫妻世界是债 孩子是要债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这种观念 就是说导致家庭不和非常明显 而且我现在就是有很多一样的人 就是清修的 不离家事 不管小孩 离家出手 个人清修 然后不管夫妻关系 一心求上天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的 这个家庭的这个问题 还有社会的问题 主要是家庭问题 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 因为我出来是一三年 我到现在应该是有 将近六年的时间 快六年了 我接触过很多心理法门的人 修了一段时间之后 都是家庭不和 我们目前的话 应该是有两百多个家庭 就是在 因为我有一个群 然后就是以前的那些师兄都在里面 都是跟我一样的情况 要么就是离婚了 要么就是不管孩子了 要么就是自己走了 谁都联系不到 这个的话主要是一个佛法玉礼 因为他自己宣称是一个博教的一个分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佛法里面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分支 从来没有过烧小房子这种说法 而且也没有过就是说把大悲咒心经 其佛秘罪真言 点到里面去烧掉的这种讲法 从来没有过 这是第一个 这个组合是完全是 卢君弘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在你身上 那个不一定是黑无常 就是被你烧死的人 所以颜色脸整个都是黑的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地府的业 这个猜就是鬼猜 在他身边要带他走 第二点就是他的一个教育 他的一个教育主要是宣说 鬼神之说业障实有 但是佛教的主要的教育是 大臣他是宣讲一个空性 认为一切万法是没有实质的 所以你不要去执着他 所以佛教他是让你不要去执着这一切 就是心能够放下来 但是心灵法门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他让你去执着他 他会告诉你 念讲王子念的越多 你的业障消的越多 业障消的越多 然后你这个经济生活身体情况都会越好 但是自我们一二年到现在以来 我观察 就是修心灵法门的人 没有说什么情况变得不更好的 98%以上都是越秀越差 气血完全衰败 而且你跟同龄人正常的一个心智 还有生活包括你经济都要差很多很多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事实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学讲的一些内容跟佛教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五蕴 因为我们心经里面有五蕴 他讲的五蕴是道家的金木随火土跟佛法是不相关的 第二个他讲的法身 他讲的法身是48个法身 这个不是法身 在佛教里面也不是这么讲的 佛教里面的法身是这个万法的本质 能和其自信能生万法吗 又总不能说的 就一个 没有第二个 也不会有48个 第三个就是关于他跟菩萨喝茶这些事情 在这个以前的佛教 包括 里面也没有宣称 没有这么一说 也没有说自己是菩萨的代言人 我们可以反问一下 就是菩萨需不需要代言人 不需要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信仰是非常广大的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代言人 而且他也不会附在人的身体上 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这个跟佛教就是完完全全的事 完全是背离的 我已经经过讲到 如果真的是佛 如果是菩萨罗汉来 法身 他都不可以讲出来 他事实 我退出了之后 首先我这个恐惧感 就是已经消失了很多 因为我在里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心理法门里面 跟这个灵性打交道特别多 要经者 业障 他们会觉得 他们有这些说法 就是说 我送你邪 因为邪跟邪恶的邪是同音的 不能送人邪 不能开银色 汽车 说银色是地府的颜色 不能念六字大明咒 然后晚上不能念心经 然后还有就是 你家里不能挂婚纱罩 说那个灵性会上去 所以当时就非常的恐惧 人变得很害怕 就是我 就是我要是正常生活 我就是把我周边的一切都清理完 就是让这些业障 全部消失在我眼前 不然我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后来出来之后 我就恢复了正常生活 我觉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就没有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灵性啊 这些东西 所以给我的心里面是很放松的 所以整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 包括 那一个气血的恢复 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 所以我也建议也就是说 经历法轮的信众 有机会 你可以把它停一停 就是过一下正常人的生活 你们做一下对比 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 神话色彩 因为我当时有一点怀疑 它是不是邪教 然后我就 后来我就去了寺院 我就 归在菩萨面前 我说 我说菩萨 我要是邪邪教 你就一定要把我拉出来 如果我不出来 你就让我去死就算了 我也不愿意邪教 所以后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出来了 进来之后呢 我就去看了很多的原始的佛经 主要是这个佛经 包括论言咒 论言经 金刚经 还有就是 心经 还有这个六祖谈经 达摩斯论 主要是这几个大神经典 我看的比较多 然后我就发现 它这个佛法意理 跟他们讲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就仔细的去做 这样一个对比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为什么叫邪 是怎么产生的 这些原因 我就去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看了一遍 然后自己去领会它的意思 好 大概是修了一年多吧 然后我念了一年的愣言咒 每天我会大概念 早上念一个几遍 晚上我也念几遍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就一段时间之后 我这个 包括我的正常的一个思维 还有这个身心 还有整个人的状态 就已经回来了 所以说如果说有过学习家的人 你要怎么样去出来 你就是大量的去学习正法 要扭转他们给你灌输的那一套 外理学说 如果你把那些东西留在你自己的心里面 你是出不来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这样的 所以经过我现在大概有五年吧 基本上已经是完全从里面走出来了 真心的到场的话 我跑寺院比较多 因为之前在心理法门里面 他们是 他们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寺院是一个业障集中的地方 你们不要去 所以他其实是在告诉信众 你不要接触证法 你不要去 因为我去接触他 你就会有对比 你就知道我其实是邪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心理法门的信众 不要听外面的传言 你不要去看那些佛经 你跟着师父就行了 你们要一门精进 就是牢牢的把信徒控制在自己手上 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 大家一定要多接触 名山大水 像普陀山这种道场 因为中国的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当时普陀山是在一五年 就发文了 禁止心灵法门邪教进入普陀山 一律发现就是烧毁 那些清灵 所以希望广大的信众 也睁大眼睛 就是去观世音菩萨的 正法道场 不要去听心外面的邪说 因为我自己是 等于说是佛教把我救出来了 所以我会继续去学习和坚持 另外如果说 就是心灵法门的信众 如果他们能够出来 我都很愿意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有这个机缘 接触到佛法 正法 不管是什么教也好 基督教包括伊斯兰 主要是正法 你们都可以去接触 但是你千万不要进入邪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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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